前晚车速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下午由阿里山沿台18线爬升至上东浦 已近黄昏时刻 远处的平线的晚霞黄光闪耀天际 让蓝色无暇的天空瞬间成为五颜六色的调色盘 初底上东浦停车场还有许多车辆聆与此 眺望远山观赏大自然无边的光影表演 海拔2610公尺的塔塔加市新中恒公路的最高点 一位台18线与台21线公路的交界处 塔塔加游汽区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及自导式导览不到 周休假日几乎成为中外热门观光景点 塔塔加相关硬体设施虽然充足 但因人多吵杂不惧高山应有的静色气氛 故非新中恒车速第一选择 由阿里山朝塔塔加方向前进 玉山国家公园在台18线95K处设有停车场 洗手间及游客服务站 提供登山游客停车及咨询服务 此位于海拔2600公尺的停车场及围上东浦停车场 与此车速保暖为第一要务 若同我一样不爱钻睡袋 那棉被最好带着两三条 以备不及之需 天际色彩缓缓暗淡 周围车辆一台台史离 气温急剧下降 寒风呼呼吹袭 若非有特殊设备或装置 此时应该就只有入睡意图了 伙伴的车大 座位经过适当规划安排 大伙可以一并挤入车内喝茶 聊天 玩扑克牌 纵然车外含风车骨 车内则依然兴致高昂 玉山国家公园海拔2500公尺的年均温约摄氏10度 冬天晚上的温度只有冷 很冷 急冷与超级冷的选项 当晚仅三辆车速于我们停车的区域 当晚还见到闪灯的警车缓缓通过 黑漆漆的山野环境见到警车通过 突然心中踏实了许多 夜里厕所 仅在洗手台 备有一盏小灯亮着 四处毫无任何光源伸手不见无止 头灯或手电筒在此则未必需品 完全无光害的环境下 我们就是唯一的光害 在此车速可以让你关心赏约望银河 叹到赞叹不已 感动之泪眼婆娑 知道为何阿舍没有拍摄银河星空照片吗? 外面风大天冷的气候环境 真让人毫无心力搬出脚架拍摄 许多感动非一张平面照片足以形容 有机会欢迎大家亲身立临实地感受 地处玉山国家公园西北园区的上东浦停车场 水侧方便整洁 男女独栋分开 一早就看到清洁人员进行整理 逢年过节一不例外 真不愧为国家公园园区设施 此地男女厕所独立分栋 上一张图为女生厕所 本图左侧建筑为男生厕所 右侧为游客服务站 清晨不到八点钟 停车场竟然一下子就没有空位了 可见台湾登山渐行风气之盛 细问之下 原来这里有许多登玉山一日来回的山友 凌晨天未明抵此 就立即带着头灯整装出发 怪不得醒来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台车 此地不止晚上星空景致迷人 白天远处的视野亦让人心旷神疑 位于台18线95K处的上东浦停车场 是您畅游新中横公路的车速首选 上东浦与塔塔家同位攀登玉山群峰 临止山或鹿林山的游客停车场 除登山客及临停游客外 一般观光客不会没事走到距离塔塔家750公尺的此处 大年初一与此车速 准备隔日登临止山远眺玉山主峰 来个新春践行好运来的走春活动 盼借望的台湾第一高峰能使整年运势旺旺旺 临止山安部神秘又窄小的山境小道 将引领我们通往无限视野的高山顶峰 登山口坐落于海拔2600公尺上东浦停车场旁 高度落差仅254公尺的临止山 除非是常在登山的山友 不然一般人应该很少听过这座山的名字 车速于上东浦停车场 隔日由一旁的临止山登山口进入 沿着农林密布的男子仙西林道前进 仿佛郊游野餐般的顺走上行 走个十几二十分钟及达国家公园 玉山警察队塔塔加小队 排云登山服务中心则位于警察小队的后方 服务中心有提供饮水机及厕所的便民服务 游客上下山时可充分利用 台湾的铁山大多分布于海拔2500到3200公尺处 位于通往玉山登山口及临止山安部的三岔路旁 助力着一株树林超过800年 树为6公尺 树高24公尺的大铁山 像伞一样展开的大铁山为此交通要道 因而被称为攀登玉山山友的老朋友 大铁山是路线及体能状况的决定点 体能好的人登山 状况差的人健行 全看您此处左转下切或右转上行 大铁山旁设有厕所 若需方便请于此解决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依照塔塔加油气区路线图的标示 在经过此行真正走过一遍的结果 阿蛇给大家不同目的不行的建议路线如下 临止山践行路线 临止山登山路线 沿着大铁山右侧的临道走去 步行约800公尺及达临止山安部 到此若想要休息请稍后 顺着路的走边缺口山路进入 到真正的安部处再行休息 踏入安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辽阔的山谷 知道为何提醒进入此地再行休息的原因了吧 山峰最高点海拔2854公尺就名大竹山的临止山 高度不及台湾百岳群峰 名气亦步入环绕四周的御山主峰 西峰及阿里山山脉 但因其不到长度仅6.7公里且为单纯的环状形态 绕一圈下来虚实不到四个小时 故而成为塔塔加油气区游客的登山第一选择 临止山与一旁的露林山属于阿里山山脉的分支 丽于安部隔着山谷仰望对面高山 视野辽阔视线深远 怪不得有下望曾山远封建的说法 丽于安部 向左侧步道践行800公尺即可抵达海拔2854公尺的临止山 丽于安部 往右手边的路径走1200公尺可抵海拔2881公尺的露林山 通往临止山的800公尺践行路线 初期为大片松树林的山径 当时纵为烈日当空亦感觉凉爽无比 大片松树林过后 可见沿途由玉山建筑所形成的高山草原 如此景观真飞的登高山方能见识 沿路的山径旁二叶松与华山松林错落其中 我见提供动物饮水的蓄水小池塘置于一旁 临止山的木占道每一阶的爬升度不高 踩踏的街幅又大 真是路好走连人都感到清爽许多 一大片如高尔夫求道的平环草地存于此的 这张照片若不特别提醒告知 说不定会被误认是哪个平地公园呢 植被富裕中物抄走捷径 芳草有林足下留情 玉山国家公园感谢您 看到这样的牌子置于草地旁 你忍得下心随意乱走吗 魏达林指山山顶前可转入一处观景平台 蓝天绿地的环境 天气晴朗的气候 与此处歇息一下立即感到神清气爽 坐在观景平台眺望远处的鹿林山 纵然没时间亲自用脚征服 也可以先用眼睛将其收纳心中 若将玉山山脉比喻为麒麟神兽 坐落于玉山前锋下面的灵指山 应该更容易介绍自己 且让人容易想象名称的由来 再走几步就可以抵达山顶 由安布置山顶仅短短的八百公尺 真是各老少嫌疑的践行路线 爬山,有上就有下 我们轻松地由践行路线上来 准备由艰苦的登山路线下山 山顶虽仅有一座浴馆出力的灵指山石碑 未设任何三角点基石 但此处却拥有辽阔无垠的视野 展望周围高山四起群峰围绕 百月排名69的玉山前锋 3239公尺 直接立于眼前 排名第一的台湾第一高峰 玉山主峰 3952公尺 与排名25玉山西峰 3518公尺 则隐悦葬于其后 刚下几节艰苦的登山路线 回望山顶即可知这条登山路线的高度落差 绝对胜过前面践行路线的好几倍了 临指山步道综合了博游路 泥土路及木栈道等 下山时 久未蒙面的这条泥土路终于出现了 无论是下山或是上山 大火缓步慢行谨慎跨出每一个步伐 生怕一个跨步可能产生无法挽救的错误 俯瞰接下来的路可知这条路线有多陡了 上山的人为何各个气喘吁吁 汗流满面了 这就是典型的登山步道 路程中见到脸颊有明显白色眉线与恶线的精一白眉 毫不怕生地停在地面 对人不存丝毫畏惧感觉 直接就在休息座位四周来回跳动 真让我们这些平地人见识到高山鸟中的好客习性 让整个践行活动充满无比惊奇与生气 又是无穷无尽的抖下坡 虽然庆幸自己不是上山的登山客 但一阶阶的木制挡土阶梯亦让大家吃足了苦头 位于北半球的台湾 南面较为干燥一遭森林火灾 数十年前的森林大火 烧毁玉山前峰整面向阳山坡的森林 沦陷成了自然的防火象 因而形成目前南北阴阳坡的现象 想要练练身体可选择由玉山登山口这端 攀登陡峭直挺挺的林纸山 若是想要挑战个人体能极限 您更可责左侧山境直奔玉山主峰 但奉劝朋友们 若想对此处留下好印象 还是走前面建议的践行路线吧 林纸山步道综合了柏油路 泥土路及木栈道等践行路面 爬升高度不大 路又好走 沿路便不经细直 叶如竹的玉山建筑等高山植物 中高海拔鸟种一生活其中 林纸山不愧为一条 适合赏鸟观景的国家公园践行步道